今天正道的经文 民述记二十二章一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 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 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 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 心内忧急 对米店的长老说 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舔尽 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 那时希伯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 他差遣时则往大河边的匹夺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 招巴兰来说 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 遮满地面与我对居 这民比我强盛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得胜 攻打他们 赶出此地 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 谁就得福 你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摩亚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 手里拿着挂金 到了巴兰那里 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 巴兰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耶和华所小于我的回报你们 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来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巴兰回答说 是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 打发人到我这里来 说 从埃及出来的民 遮满地面 你来为我咒诅他们 或者我能与他们争战 把他们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 你不可同他们去 也不可咒诅那民 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巴兰早晨起来 对巴勒的使臣说 你们回本地去吧 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摩亚的使臣就起来 回巴勒那里去 说 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 巴勒又拆遣使臣 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 他们到了巴兰那里 对他说 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容什么事拦住你 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 你向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 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现在我请你们敬业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 当夜 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这些人乱来招你 你就起来同他们去 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 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 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就从路上跨进田间 巴兰便打驴 要叫他回转上路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 这边有墙 那边也有墙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 将巴兰的脚挤伤了 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 站在狭窄之处 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 巴兰发怒用杖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 我向你行了什么 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 因为你戏弄我 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驴对巴兰说 我不是从你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 我素肠像你这样行过吗 巴兰说 没有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 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存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 你若不喜欢我去 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 你同这些人去吧 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 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巴勒听见巴兰来了 就往摩亚京城去迎接他 这城市在边界上 在亚门河旁 巴勒对巴兰说 我不是积极地打发人 到你那里去招你吗 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呢 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 巴兰说 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 神将什么话传给我 我就说什么 巴兰和巴勒同行 来到激烈湖索 巴勒宰了牛羊 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 到了早晨 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 巴兰从那里观看 以色列营的边界 巴兰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给我住七座坛 为我预备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 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 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站在你的番机旁边 我却往前去 或者耶和华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于是巴兰上一静光的高处 神迎见巴兰 巴兰说 我预备了七座坛 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同摩亚的使臣 都站在方济旁边 巴兰便提起师哥说 巴勒引我出亚南 摩亚王引我出东山 说 来啊 为我咒诅雅各 来啊 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 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 巴勒对巴兰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 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他回答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能不谨慎传说吗 巴勒说 求你同我往别处去 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 你不能全看见 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 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领巴勒到了索菲田 上了皮斯加山顶 住了七座坛 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勒对巴勒说 你站在这番祭旁边 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 耶和华临到巴勒那里 将话传给他 又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 要如此如此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站在番祭旁边 磨牙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 巴勒问他说 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勒就提起诗歌说 巴勒你起来听 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 神非人必不知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 他说话岂不造的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赐福 此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 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 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这民起来仿佛母师 挺身好像公吃 未曾吃也食 未曾和被伤者之血 绝不躺卧 巴勒对巴勒说 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 也不要为他们祝福 巴勒回答巴勒说 我岂不是告诉你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必须遵行吗 巴勒对巴勒说 来吧 我领你往别处去 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 为我咒诅他们 巴勒就领巴勒到那 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 巴勒对巴勒说 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 又在这里为我预备 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巴勒就在照巴勒的画形 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 一只公羊 巴勒见耶和华喜欢 赐福于以色列 就不向前两次去求法术 却面向旷野 巴勒举目 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便提起师哥说 比尔的儿子巴勒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可听神的言语 得见全能者的意象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雅各 你的帐篷何等华美 以色列 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 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 如水边的香柏木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 种子要洒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神领他出埃及 他似乎有野牛之力 他要吞吃敌国 折断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蹲如公司 卧如母狮 谁敢惹他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勒生气 就拍起手来 对巴勒说 我召你来 为我咒诅仇敌 不料你这三次 竟为他们祝福 如今你快活本地去吧 我想使你得大尊荣 耶和华却阻止你 不得尊荣 巴勒对巴勒说 我岂不是对你所猜浅 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 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本族去 你来 我告诉你这民 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 我就提起诗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勒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义 看见全能者的意象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今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账要星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 毁坏扰乱之子 他必得以东为基业 又得仇敌之地西而为产业 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巴勒观看亚玛利 就提起诗歌说 亚玛利 亦原为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沉沦 巴勒观看基尼人 就提起诗歌说 你的住处本是坚固 你的窝槽坐在盐屑中 然而基尼必自衰微 直到亚树把你掳去 巴勒又提起诗歌说 爱在神行这事 谁能得活 基提借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也必自沉沦 于是巴勒起来 回他本地去 巴勒也回去了 今天是苏秉森长老 在我们中间正道 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 为正道和听道 祈求圣灵的帮助 慈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你的律法全备 能苏醒人心 你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你的训斥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主啊 求你借着你仆人 苏秉森长老 来传讲你恩惠的道 愿你的大能与他同在 按正义分解你赐我们的灵粮 打开我们鼠灵的眼睛 做那责备 提醒 医治 藏果和安慰的工作 也求你赐我们众人谦卑受教的心 放下各样的重担 单单的被你的话语所充满 愿你的旨意来成就 以上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请苏秉森长老 在我们中间正道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主做我意象 好 弟兄姊妹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 苏长老 好 感谢主 大家主力平安 那今天的经文很长 我知道 今天这个驴子会说话的经文 小孩子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驴子竟然会说话 今天的大人 更多被科学主义武装过的 这些我们这些现代人 肯定会认为 蠢驴才会相信 驴子会说话 我们基督徒虽然不认同 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 但是我们在现实中 在日常生活中 浸泡久了 碰到各种事情 思维方式和心灵倾向 已经变得很现实 很科学 不知道你们看过 那个纳尼亚传奇 那个黎明踏浪号没有 至少电影上 你看 那个 一开始那个小男孩 叫优斯塔斯 他就是一个被现代意识形态 这个灌满脑子的人 他整天就是一种科学的思想 很现实 很实用 然后呢 这个 后面呢 一系列的冲击 就是他竟然进入了一个 超自然的国度 所以 所以我们很像 我们其实很多人很像这样子 那我去年跟学生 读一本书叫做 波罗奔尼沙战争 那里面讲的是雅典跟斯巴达的战争 那里面有关键的一场战争呢 叫做雅典的西西里远征 结果呢 雅典惨败 本来雅典准备撤退 结果其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领头的将军叫 尼基阿斯 他非常的近前 或者你也可以说呢 他非常的迷信 当时刚好发生月时 所以呢 他依据占卜和预言 就说一定要等三个九天之后呢 才可以撤军 结果军队一耽搁 后来就死得非常的惨 雅典军几乎前军覆灭 那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怎么评价这位尼基阿斯将军呢 作为一个关系全军 身家性命的将军 在这么危险的关键时刻 竟然还去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你会不会扼腕叹息 大骂他是蠢驴呢 如果你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和实用主义者 你会 你很可能会脱口而出 大家知道最近 中美关系 中美局势很紧张 有人说什么也别说了 对付美国最关键的就是 多准备几个核弹头 靠实力才能说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道长 他推崇传统的法术 他在微博上呢 发贴说 他在南海贴了一道符 来咒诅美国的军舰 然后呢 他念座语 天零零地零零 什么积极如律令 随我心意 快快显零 愿从此闯过南海的军舰 必有好事发生 他后来他举了一些美国军舰 发生的一些事故 说都是他的符咒 起的作用 后来有人发现 这位道长也在网店上 卖各种符 甚至还有迎合女性的减肥符 有人总结说 淘宝店是所有网红的归宿 道长也来免赎 那按照这些看法 我们看到摩押王巴勒 一方面呢 很讲究实力 很讲究核弹头 是不是 你看他看到北边两个邻国 亚摩利王和巴山王被打败 他就赶紧联合南边的米店 但他还是不放心 也就是说他不但讲究核弹头 他也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或者你可以说 他也迷信道士画福 只要素士巴兰来做个道场 天零零地零零一番 甚至可以达到 不占了屈人之兵的效果 而这个巴兰呢 他当时倒没有开淘宝店 是摩押王巴勒 不惜重金 三顾茅庐要请他 巴勒一心要打赢的以色列 这时候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事情前前后后 更大的一些背景 以色列出埃及后 在进攻应许之地迦南之前 经过了三个关键的地点 分别是西赖山 加底斯 或者叫加底斯巴尼亚 最后一个呢 是摩押平原 加底斯巴尼亚 与加兰地是交接的地方 以色列民本来到达了 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探子的事件 被罚 在旷野里徘徊了38年之后 终于再次到达加底斯 这个重要的地方 那看来40年将到 以色列的背逆和惩罚 快要告一个段落了 甚至上一代人 也很多死去 接下来的路程 就是从38年前的 加底斯巴尼亚 重新出来 进京加兰这个目的地 但是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他们40年的惩罚还没到 接下来还是发生了五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谦卑的摩西竟然也跌倒了 他急躁并且不当地击打磐石 上帝宣告连他和亚伦 也进不了加兰地 亚伦不久去世 中年123岁 第二件事情是 以东人不愿意介入给他们 以色列人不得不唠道而行 这导致第三件事 就是他们照样埋怨神和摩西 导致火蛇窜进来咬死很多人 以及他们认罪 上帝就让摩西制造了一条铜蛇 一望就可以得到医治 第四件事是 以色列人击败迦兰人亚拉德王 这是38年以来 打的第一场战斗 也是对迦兰人的第一场胜仗 第五件事情 就是上次诸宏弟兄讲的 战胜了西红王和巴山王 战胜这两个亚伦利王 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清除亚伦利人的罪孽 是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后裔 在应许之地要清除的第一道障碍 因为在创世纪15章16节说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这里 因为亚伦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营 我们说过 民宿记分成三部分 这三大部分的色调 非常的不一样 如果1到10章 整军待发是明亮的色调的话 那11到25章的色调 就非常的阴暗 你知道西伯来书11章 有一个信心的英雄榜 其实西伯来书第三章 也明确指出 有一个不信的恶人榜 就是民宿记11章到25章 记载的那些人那些事 但是民宿记到了26和36章 最后面的那十多章 它的内容几乎都是对 占领应许之地的各种预告 光线又从极度的黑暗 转向了光明 这种光明甚至从刚才提到的 五件事情当中 某些事情已经开始了 就是21章记载的三场大胜仗 击败迦兰人亚拉德王 击败亚摩利王西红和八三王二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22到24章 正是要明确进入 26章光明色调的 一个比较长的插曲 正是后面的两场大胜仗 打败亚摩利王西红和八三王二 让摩押王巴勒非常的害怕 而且这时候 以色列已经从北部返回 到达了应许之地的门口 就是摩押平原 就在约旦河口 耶利哥城的对面 就是今天的经文 22章1节一开始说的 以色列人起行 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东 对着耶利哥安影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特别留意 这句话所透露的背景 以色列站在摩押平原 回顾之前漫长的旅程 最后面的是他们出来的埃及 而前面则是目的地 那片留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 不仅对以色列的整个历史 甚至对整个人类的历史 都是意义重大的 爱德华兹说 以色列从埃及 经旷野 到迦兰的路程 针锋相对地 预示着上帝救赎 他的教会的路程 就是教会从世界 进入永恒家乡的救赎过程 他说 埃及预表着他们 得救赎之前的状态 埃及预表着他们 得救赎之前的状态 他们在那里被奴役 后来离开的那里 在逾越节 献上为祭的羔羊 预表为救赎他们 为救赎 羔羊预表 为救赎他们而付上的代价 那羔羊是在上帝 要击杀埃及一切 投生的那天 宴里献上的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特别而奇妙的方式 经过红海 预表基督的救赎之功 在教会悔改归正时 开始应用到他们身上 也就是过红海 这个出埃及 埃及代表他们 没有信赎之前的状态 而过红海代表这个救恩 就是那个 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代表那个客观的那个救赎 然后在过红海 就是那个救赎 具体的应用到他们的身上 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历程 预表教会 在这个邪恶世界中的旅程 教会所经历的各种变迁 教会的各个阶段 所以你看到说 这个旷野就是今天 全世界教会正在经历的路程 那以色列人白天有云柱带领 夜间有火柱带领 预表基督带领教会的方式 上帝用天上降下的马拉 和磐石涌出的清水 供应以色列人 预表教会在得俗的过程中 自始至终得到支持和供应的方式 上帝一直赐给他们属灵的食物 他们每天都可以与上帝交通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遇见的火蛇 预表圣徒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历程中 必定会遇到的危险 以色列人与亚马利人 和其他民族的征战 预表教会与仇敌的冲突 那接下来就是 上帝使他的百姓过了这片土地上 使他的百姓过了这片土地上的 就是遇到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和大有能力的巨人 就是他们要开始进入迦南 以奇妙的方式拥有这片土地 正如基督胜过了魔鬼 所以他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踏进迦南地 上帝让耶利哥的城墙 在祭司的脚身中倒塌了 那声音预表着牧师所传讲的福音之声 被咒诅的耶利哥城墙 预表着撒旦国度的城墙 所以你看到这个从这个漫城的旷 也代表整个教会的 这个在这个世上的一个过程 一个变化 一个成长 然后呢 要站在耶利哥这个城的面前 耶利哥城墙预表着撒旦国度的城墙 所以你看到这个关键的时刻 以色列站在两个埃及之间 请注意我说的这句话 以色列站在两个埃及之间 一个是他们所出来的埃及 另一个是迦南地 所以你看到那个迦南地呢 不是天然的 就是一片美好之地 虽然他的从自然的一些出产 是很美好的 因为关键是上面被恶人占据 是吧 所以两个地方呢 本质上 无论是出来的埃及 还是要进去的迦南 本质上都是埃及 都被魔鬼所统治 都是魔鬼的国度 就像有的基督徒 他看到中国快不行了 他就想逃到美国去 他从来看不到第三个国 就是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的教会 所以呢 他去的首先是美国 他不太关注美国的教会 以色列出了埃及 他们必须在旷野 经过漫长的军事训练 甚至移带过去 一带再来 他们才开始有能力 去攻打魔鬼所占据的国度 迦南地 所以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很奇怪 空间上 他们好像从埃及走到了迦南 现在已经站在迦南的门口了 但是本质上迦南就是埃及 用今天的话来说 甚至是更加的世俗化 更加邪恶的一个埃及 迦南的风俗比埃及更加邪恶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 22到24章插入巴兰 这一系列惊人的预言 巴兰的预言 总共有四个 那这时候插入这么一个惊人的预言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说 巴兰住在大河边的皮多 在叙利亚北部 就是右发拉底河 右发拉底河如果你看地图 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叫加基米斯 那巴兰的老家呢 就在右发拉底河 加基米斯旁边不远的一个小地方 巴兰是个先知 他会法术 而且竟然跟耶和华上帝有关 是至高神的先知 而且呢更加惊人的是 他具有一项惊人的本领 巴勒说 他为谁祝福 谁就得福 为谁 咒诅谁 谁就受咒诅 哇 你想想 这是怎样的一种本领 祝福谁 谁就幸福 咒诅谁 谁就倒霉 你有没有见过 比这更大的恩赐吗 我如果有这个本领 你们谁敢得罪我呢 放在今天 谁有这个本领 还需要核弹头吗 还需要苦苦读书 寒窗十年二十年吗 还需要在这里讲道吗 而且巴兰不但具有这样 惊人的恩赐 他看起来还非常非常的尽钱 当磨牙的长老和米店的长老 手里拿着挂金 来到他那里 传达巴勒的话说 老兄 这是三万美金的支票 你看意下如何 巴兰没有边伸手边说 区区小事 这怎么好意思呢 他反而对他们说 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我必照约华所小于我的 回报你们 意思是说 这件事我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才知道去还是不去 你看巴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重大的事情 都是要寻求神的旨意 结果到了晚上 上帝明确告诉他 No 他就吩咐死者回去了 那巴勒呢 他还是不死心 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气势来 这次呢 猜的死者 级别更高 原来市长不行 这次就省长亲自出马 而且阵容更加庞大 一来就看脆说 西拔的儿子巴勒这样说 求你不容什么事拦住你 不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容 你问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名 这位省长 这次直接拿出十万美金的支票 看这是预付的一点小意思 后面你要多少就多少 要什么就什么 关键是 不要龙什么事拦住你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 没想到耶和华的这位先知 还是非常的敬虔 他甚至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行大事小事 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 而且他继续请他们住下来 他要继续寻求上帝的旨意 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上帝竟然让他去 当夜神临到巴勒那里说 这些人若来招你 你就起来 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读到这里 我们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上帝不是明明告诉他别去呢 怎么又让他去的呢 而且下面的经文 让我们更加困惑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 耶和华的死者站在路上 抵挡他 在二十二节 你想如果你老板 让你到一个地方去出差 结果你刚打敌到达机场 你老板就打电话来骂你 又让你赶紧回去 你会不会很生气 这是什么意思 耍我吗 我以前读到这里呢 也常常搞不明白 巴勒到底怎么呢 上帝到底怎么了 新约呢 有两处经文 逼我们重新来审视巴勒 一处是彼得后书 二章十五节 他们离弃正路 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勒的路 巴勒就是那贪爱 不义之公价的先知 另一处是犹大叔 一章十一节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未立往巴勒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 灭亡了 这两处经文都直接点出了巴勒 内心深处极其隐秘的动机 贪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淘宝店是所有网红的归宿 道士也不能免赎 那你说我们以前看经文 怎么没看出来呢 我们刚才看的时候 好像也没看到呢 你再想想 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当第一次巴勒看到三万美金的时候 心里真是高兴 长久憋在一个小地方 现在恩赐终于可以高价变现了 但是他也许心里确实有点不安 也许想为自己增加某种神圣性和超自然的法码 就说这是得寻求至高神的旨意 没想到上帝的回答很清楚 不要去 并且他的生意好像一点指望也没有 因为上帝补充说 那百姓是不能咒误的 他们反而是蒙福的 这就给巴勒的小心思重重打了一耳光 没想到快到手的鸭子就要飞了 他非常的不甘心 所以第二次呢 他虽然说得更加冠冕堂皇 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但是他内心深处更加跃跃意识 还是要去问上帝 上帝明明说不可以啦 他还是心圆意满 还要去试一试 并且说得更加敬钱 给自己加上了特别敬钱的口号 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这种心理 上帝明明说不可兼淫 但是当你在公司偶然碰到一位异性的时候 或者你在教会师班 小组中碰到一位姊妹 你们双方都是有家庭的人 但是你发现跟他不知道怎么 就特别能聊得来 你说哎呀 上帝啊 怎么不让我们早点遇见 真是相见恨晚呢 这种感觉很危险 上帝明明说不可以 但是你心里还是不死心 你就对上帝悄悄祷告说 上帝啊 我只是想跟他常常聊聊天 吃个饭而已 我还可以借机跟他传福音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或者如果是那位师班的姊妹 你就说 上帝啊 我跟师班这位姊妹特别能搭配 我们只要在一起探讨音乐 训练技巧 你看 我们在一起祷告 唱诗敬拜你 我感觉比以前的服饰 更加有感动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弟兄姊妹们 你说这么殷勤 祈求祷告的人 上帝怎么办呢 有位牧师说 圣经中最可怕 最恐怖的经文 是以西节书 十四章开头的一段话 我希望大家 不要落入这样的境地和试探中 以西节书十四章开头说 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 坐在我面前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现已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人中 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现已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又救了先知来的 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 必按他众多的假神 回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 捉住他们 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 与我生疏 你听到了没有 凡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 必按他众多的假神 回答他 你想跟那位师班的姊妹去祷告吗 那你去吧 你想跟那位异性的 想跟他传福音吗 那你去吧 弟兄姊妹们 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落入巴兰这样的境地当中 你看既然上帝明明说不可以了 我们偏偏还要去试探上帝 那上帝就按照我们心中的偶像来回答我们 就让我们顺着情欲收败坏 等罪恶结出悲惨的果子来时 你才哭喊 上帝啊 你那时为什么不拦阻我 竟犯下如此大罪呢 上帝明明说不要离婚 我们就恨不得对象哪一天出车祸 或者出轨 这样就可以按照圣经来离婚了 上帝明明说要守安息日 我们偏偏说 等我今年拿到年终奖金 我就换一个工作 反正每一个月 还是有一次可以参加敬拜的 上帝明明说 不要让自己儿女跟外邦人联姻 不要献给摩洛 我们却从小就让他跟外邦人联合 从小让他浸泡在巴比伦学校 浸泡在迦兰地的学校 并且心里说 反正上帝的恩典胜过一切 王一牧师不也是从巴比伦学校出来的吗 上帝明明说 不要刷抖音 你肯定反问我 等等 书长老 请你告诉我 圣经哪里说不要刷抖音 这五个字 我只能说对不起 确实是没有 哇 难道你真的在刷抖音吗 那么我问你 你每天平均花多少时间 在刷抖音 或者说不要抖音了 在刷微信呢 弟兄姊妹们 今生的旷野充满了各种试探和危险 我真希望我们都不要遇见这样的试探 当上帝的旨意明明非常清楚的时候 我们不要还在那里 心圆异马 痴心不改 讨价还价 上帝就任凭我们可怕的陷入自己 疯狂的邪情私欲中 这时候欲望吞灭了我们 灵力令自昏 权力权令自昏 色迷心窍 甚至鬼迷心窍 使我们陷入了属灵的极大黑暗中 那时候上帝的话语 平常心中的基本良知 甚至旁人的好言相劝 甚至教会的管教 都不要说教会的章程了 之前的属灵敏感 通通已经被怀胎的邪情私欲 给挤压没了 就像巴兰 信中每每想着名利大丰收 欢天喜地的骑着驴子上路了 没想到他正走向极其危险的毁灭之路 圣经用了强烈的对比 驴子都可以看到的属灵现象 他却怎么也看不到 他不是号称至高神的先知吗 不是有把握他人俘获的极大恩赐吗 圣经连续三次细致描述 驴子所见到的异象 及其反应 线烂巴兰属灵上的瞎眼和无动于衷 以至于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走向歪路 驴子第一次看到耶和华使者 和他手上拿着刀 他就赶紧走到路边的田里去 但是巴兰就打他 你这家伙今天吃错药了吗 怎么挡我财路呢 他就打驴子 好让他继续往名利的大路上直奔 第二次呢 路更窄了 驴子再一次看到那个属灵的异象 就贴靠着墙 你想想贴靠着墙 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 巴兰就更加生气了 使劲打 这蠢驴今天绝对想找死 怎么这么不配合 还伤到脑子了 是的 就是这头蠢驴 使劲的看到属灵的危险 使劲的要拉巴兰一把 但是呢 巴兰还是执迷不悟 第三次路更加狭窄了 这时候连贴墙也不行了 驴子就干脆不走了 巴兰简直怒不可恶 使劲的打驴 没想到历史上极其罕见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驴子竟然说话了 也许巴兰一心想着钱财 气得滚头昏恼 他好像没有特别在意 这种异常的现象 驴子说 我做什么呢 你为什么打我呢 巴兰气哼哼的说 我不但打你 老子今天恨不得把你杀了呢 驴子的回答意味深长 巴兰啊 你好好想想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 我从小直到今天 不是一直听你的吗 弟兄姊妹 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看到对罪人情欲的描绘 多么细致 多么可怕 能深深地沉浸在 某种世俗的欲望和诱惑中 他可以把上帝 先知 律法 良心 还有平常的生活轨迹 全部忘光光 他都不知道 以前这个驴子是怎么样子的 他全部忘记了 他就一步一步地走向 可怕的网络和圈套 你看到这段话 大声地呼喊了吗 我们知道上帝显明的旨意 如果不果断 有时候在悄悄的 容浪和暧昧当中 就一步一步 更深地陷入 可怕的情欲里面去 甚至到了一种地步 就失去了各种 属灵的敏感 和基本的判断力 堂堂先知 甚至连畜生还不如 甚至驴子都要开口说话 当驴子指出 今天特别的反常后 巴兰一想 也是啊 今天许多迹象 怎么这么怪异呢 你看到他到这时候 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 这时候上帝打开了他的眼睛 让他看到拿着刀的使者 耶华的使者就明确告诉他 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 我出来抵挡你 以你所行的 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就三次 从我面前偏过去 驴若没有偏过去 我早把你杀了 留他存活 你看到没有 上帝亲口说出 巴兰为人 实质上的偏僻 虽然他在人面前表现得极其敬虔 凡事要求问上帝的旨意 甚至信誓旦旦 巴勒就是把满屋子的金银给我 如何如何 弟兄姊妹们 到这里 我们惊讶地发现 在过去民宿记 十一到二十一章 我们领略了以色列人 内心的极大黑暗 在十一到二十一章 详细描写了 以色列人的不幸 贪婪 胆怯 嫉妒 纷争 争权夺利 急躁 骄傲 等等 你要找这个人性的试验室 在十一到二十一章 其实应有尽有 但是在二十二到二十四章 我们又特别领教了一个外邦人的 极度贪财和伪善 无论以色列还是外邦人 都是极其诡诈和被约的 一个是上帝从万族中分别出来的民族 一个是上帝从各种巫师 术士当中分别出来的先知 但他们都深深地显露了 他们的人性 他们的被约 和忘恩负义 正如罗马书 一开始宣告的 没有义人 一个也没有 那么上帝不审判巴兰吗 上帝承然审判了巴兰 在上帝有意的干预下 巴兰后来没有帮到巴勒 他没有赚到钱 他是内心非常的诡诈 没有真正的悔改 他既然没有做主到以色列 没有赚到钱 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他竟然 后来他竟然献祭给巴勒 用美人祭来诱惑以色列人 使他们陷入淫乱和鬼神崇拜 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是记载在民宿记的二十五章 再不久你就听到了 但是要知道谁是 这个美人祭的祖魔 必须把圣经从民宿记 从这个五经的这个地方 读到整本圣经的末尾 直到启示录二章十四节 才明确告诉我们 巴兰 他是后来 巴兰就是在二十五章 所犯的两宗罪 他才是二十五章 以色列陷入罪的主谋 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说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所以这里明确指到 巴兰献了美人祭 导致以色列什么呢 第一 吃祭偶像之物 第二 犯奸淫的事 巴兰最后被以色列人杀死 就在民宿记三十一章 所记载的 以色列跟米店的战役中 他就被杀死了 那民宿记三十一章六节说 在所杀的人中 杀了米店的五王 就是以魏力金 苏尔 护尔 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接下来在三十一章的十六节 点出这个杀巴兰的其中一个原因 你看到启示录指出了两个罪 但是呢 民宿记呢 这本书呢 只指出一个 他说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那么巴兰遭到审判 巴勒诱惑巴兰 巴兰诱惑以色列 以色列陷入二十五章所说的奸淫和偶像崇拜 以色列是无辜的吗 以色列不受到审判吗 你会看到民宿记记载的 以色列一路走来 几乎每个站点都在暴露他们的罪 比巴兰取着驴子三步走的罪更加的繁多 你对比一下以色列一路走来的那些路程 然后你对比一下巴兰 这个三次打驴 代表他一路走向那个歪路 上帝既然以色列比巴兰所犯的罪更多 更加繁多 上帝有没有审判以色列呢 我们看到上帝承然审判了以色列 无论是四十年的旷野游荡 还是可怕的瘟疫 火蛇 还是直接被大地裂开的口子吞灭 甚至几乎整整一代人都要灭绝在旷野 但是上帝却借着一个极度邪恶之人的口 说出了极其让人觉得颠倒的两个字 哪两个字 以色列人是有福的 好好想一想 今天这个22到24章关键就是 就是一群邪恶的人竟然上帝称他们是有福的 一群甚至比巴兰还邪恶的人上帝甚至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比任何外邦人更加好吗 有人说你信主了 你信主你是个好人 你真的比别人更好吗 你所有社会当中现在出现的各种人性试验出来的东西 你教会中没有吗 在我们看来 巴兰如果按照他邪恶的心思 说出对以色列的咒诅 那本来就是以色列配得的 是不是 因为以色列一路所走的路 本质上其实也是巴兰所走的路 那么上帝为什么偏偏对如此悖逆的以色列 说出祝福这两个字呢 这两个字是民宿记11到25章 这第二部分充满黑暗的底色当中最明亮的一个地方 仔细看巴兰四次具体的祝福 你会发现这种明亮 巴兰的祝福的这种明亮呢 甚至超过了民宿记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四个预言 第一个预言呢 第一个预言的关键的话是在第九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 巴兰的第一个信息呢 就是说以色列人他是特殊的 他有特殊的他有独特性 他不在万民万族当中 不列在这当中 然后接下来更重要的第十节 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那这里说的这第十节表明以色列民的众多 所以如果我们要概括第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第一段信息 巴兰的第一段信息 表明的是以色列上帝的百姓 他们的独特性 以及人数众多 那第二个预言 或者说第二个信息呢 关键可以看二十一节 的后两句 约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还有这个 二十二节 神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第二个预言强调的重点是 以色列跟上帝的特殊的盟约关系 上帝竟然跟他们同在 而且上帝在过去 领他们出过埃及 上帝现在跟他们同在 这是一种特殊的盟约关系 在万国万族当中 哪一个民族享受这样的恩宠呢 那第三个 第三个预言 第三个信息 这个巴兰的第三个信息 你如果一看的话 他描述说 第五节 雅各啊 你的帐篷何其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然后接下来的描述呢 你可以看到说 他主要是在描述 应许之地的平安和繁荣 再描述一个平安和繁荣的应许之地 那最后一个预言 是一个重点 是一个关键 在十五到十九节 尤其是这个十五十七节和十九节 十七节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雅各 有仗要心于以色列 必打破磨压的视角 恼乱毁坏恼乱之子 那第十九节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你会看到这四个预言呢 分别提到 百姓 盟约 应许之地 君王 几乎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再现 你记得吗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那样多 你记得吗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在万国中 特殊的盟约关系 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凡祝福你的 必得福 凡咒诅你的 必受咒诅 哇 你看到 根本上不是 这个 不是巴勒 不是巴勒 具有这样 这样特别的恩赐 而是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 有特别这样的一种因素 就是呢 凡是跟他有关的 祝福他的 跟他有这个 有这个 特别的关系的 就会得到门福 凡是咒诅他的 跟他敌对的 就会得到咒诅 我看那个 最近很多在讨论 美国将到的大选 然后呢 有人就列了说 这个共和党 他们的一些政策 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 就是支持 这个以色列 支持现在在中东的以色列 支持这个 现在的以色列国 那这个呢 这个当然 不等于 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说的 跟亚伯拉罕有关的 就一定得到祝福 因为今天的以色列国 他不等于现在 是吧 所以你反正看到说 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他们整个国家的命运 最根本的点在哪里 是在核弹头 核弹头比较多吗 是请我们中国的 传统风水 倒数来 来画一些符咒吗 还是 你有没有很震惊 决定中国命运的 从根本上 一定是 中国跟教会 隐秘的 看不见的关系 你有没有确信这一点 还有你 你记得吗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 四百年之后 的应许之地 是的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 极多的后裔 特殊的蒙约关系 和亚伯利人的应许之地 也许提到亚伯拉罕之约 比较少提到的是 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 赐给为君王的应许 但其实在创世纪十七章 当上帝跟亚伯拉罕 用戈里做记号律约的时候 特别强调君王的要素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在创世纪十七章六节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你会看到君王的应许 恰恰是巴兰预言中 最最强调的核心信息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 这四个信息 四次预言 你会发现 从第二次预言 就开始提到君王的因素 在二十一节 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然后在二十四章 第七节后面两句 他的王必超过亚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然后最后刚才提的 最后一个预言 当然就更是重点了 他的有心要出于雅各 有仗要心于以色列 十九节 有一位注意雅各的 避长大前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所以整个巴兰的预言当中 最核心的信息就是 君王的应许 爱德华之说 关于米赛亚的预言的 圣经启示当中 五经中越来越明确的一处是 其中的一处是生命纪 十八章十八节 关于基督先知职分的预言 而另一处就是巴兰证理 关于基督君王职分的预言 弟兄姊妹们 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各种各样隐秘 或明显的欲望的挣扎当中 在世界的征战当中 你多大程度上渴望 这位圣约中的君王呢 你平常心 祈求的各种事情 盼望的各种事情 有没有更渴望这位君王呢 深深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呢 我几乎很少看到 有人的祷告是这样的 说主啊 我愿意更深的被你统治 因为现代人都想追求自由 没有人希望被一位第三者 更多的更深的统治 是的 在埃及人的黑暗 迦兰人的黑暗 巴兰的黑暗 以及以色列人自身的黑暗当中 上帝通过巴兰 再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 告诉他们 无论以色列人多糟糕 多败坏 多么愧不成军 多贪婪 多嫉妒 多不信 多急躁 多埋怨 上帝最终 一定能够把他们带入 迦兰的应许之地 因为不是基于他们的表现 不是基于 立约双方人这一方面的守约 所以整个 整个民宿记的钥匙 盼望就在于说 立约的双方 有一方不断在被约 不断在被约 在十一章到二十五章 不断陷入了 人性的那个 恶的大循环 你会发现 我们也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每天不断地 陷入许多的 挣扎和循环当中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 即便这样 为什么还能够往前走呢 为什么最终一定能够进入 应许之地呢 因为上帝那个约的奥秘 就是 它是一个不公平的条约 我现在都不说不平等条约了 我说它是一个不公平的条约 因为呢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它基于上帝 立约的这一方 单方面的表现 它整个约的 有效呢 基于上帝这一方面 单方面的守约 他不 这个 上帝这单方面的守约呢 上帝 基督不但是先知 他不但是君王 他首先是祭司 他为我们完成了 为我们履行了圣约当中 一切必须的条款 而且亲身替我们担当 刑罚和死亡 他不但替我们偿还的罪债 而且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能走出 以色列反复犯罪 和巴兰假冒伪善的恶性循环 这就像一个 很富有的父亲 有一个富二代 非常的挥霍 他爸呢 看他没事干 给他 两个亿 让他去做一个生意 但他爸呢 为了训练他 跟他签了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当中说呢 如果赚的全部归他 如果赔的呢 先不说赔了 结果这个两亿呢 全部被他败光 因为他始终这里投资一下 他自以为很聪明 结果呢 被骗了 然后他不甘心 拿了两千万 那你投资一下 结果又被骗了 然后他又很贪婪 哇干脆说 那我要把过去的四千万 本全部捞回来 他就一下子在一个 一个地方投了五千万 投了一个亿 结果呢 最后全部败光光 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 指望他能够赚钱吗 结果全部赔了 而且不够不但赔了 还欠下了一大笔的巨债 结果他没办法了 他快要绝望了 因为他整个人就是那样子 但是他的父亲呢 本来那两个亿 就是为了栽培他 不是为了把他推向 他知道 不是要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 所以呢 他父亲不但给他还了 那个那 不但损失了两个亿 而且给他还了巨债 那巨债可能是另外两个亿 而且他父亲呢 继续把他原来的各种关系 各种生意上的投资 全部再重新打点 甚至派了很聪明的人 帮助他 保惠师 律师啊 保惠师来帮助他 然后呢 这个合同 在他父亲单方面的 意淫当中呢 又全部生效 原来的生意伙伴呢 全部都过来做生意 然后在他父亲的 运作当中呢 两个亿 不但全部赚回来了 补上了 亏空补上了 而且又赚了很多很多 那跟这个败坏的儿子 败家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后来 他父亲呢 把赚到的所有的 丰富的 这个利润呢 又全部白白的 送给这个孩子 并且让这个孩子呢 认真的跟那些 训练有数的人学习 这个就是整个民宿记的实质 这个就是为什么 前面如此的败坏 现在巴兰 竟然这个败坏之人的口 还能够对这些人 说出祝福的话 所以无论 上帝 应许我们 无论我们 在今生的旷野 如何的失败 如何的艰难 如何的跌倒 只要我们信耶稣 已经替我们胜过 旷野的试探 并成功的进入了迦南 他一定会把我们 也带进那最终的应许之地 阿们 弟兄姊妹们 你相信 无论世界如何动荡 旷野如何危险 敌人如何众多 你最终一定能进入应许之地吗 靠什么 希望你听了这篇道之后 你能清楚地用三个字说出来 靠圣约 靠圣约 靠的是巴兰再次 更新的圣约 靠的是亚伯拉罕之约 靠的是主耶稣基督 用宝血 所立的这个永约 所以希望当你灰心的时候 当你想离婚的时候 当你不想再教育孩子的时候 当你每天都感到艰难 胜不过 刷抖音的试探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高举 圣约这两个字 希望你不要把 邱以圣约 只是当作一个名称而已 希望你能够明白 这两年来 甚至接下来教会 又要在各种旷野当中 经历的试炼 那个试炼 我回想这两年来 其实是把我们的人性当中 一些更隐秘的东西 不断的暴露出来 上帝在旷野当中 先是暴露疗法 在十一章到二十五章 每个站点 人性的各种试验 你必须都暴露出来 然后你说 我靠圣约 希望你能够明白 上帝单方面成就了 这个合同 你就是蒙福的人 而不是要被咒诅的人 希望你能够从民宿 其中再次记得 那最可怕的敌人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 那最可怕的敌人 不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教会的同工 也甚至也不是外面的 这个 也不是政府 那最可怕的敌人是谁呢 是上帝自己 而不是迦兰地各族的敌人 地面的战争硝烟 相对于上帝 从高天而来的怒火 简直是过家家 我不是在 在夸小今生的各种挣扎困难 我是说 如果你真的再次把上帝 对我们试炼出来 如此龙龙的人性呢 对比起来 上帝本来应该做主我们 应该降下怒火 谁能逃得过去呢 谁能想象上帝怒气的可怕呢 上帝圣洁公义的可怕呢 谁能够在直指人心的 上帝面前隐藏得住呢 但是我们跟上帝这场 最大的最危险的战争呢 已经被主耶稣基督 给消解掉了 基督成了这场战争 最大的受害者 成了神暴力的对象 而我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承受了最大的咒诅 而不是以色列 不是我们 而我们恰恰经历 各种管教 我们是最大的受祝福者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在你百姓所走的 天路历程当中 在我们的各种跌倒和思念当中 在过去教会 以及接下来要走的 各样的思念 各样的磨练当中 你不断地向我们宣告 那坚定不移的福音 你不断地给我们重生 那坚定不移的圣约 主啊 我们并非有什么特长 就像你在圣经当中说 并不是以色列人 比外邦人好 并不是他们 更美丽更强大 他们也还是在万族当中 最小的 我们跟所有人一样的诡诈 败坏和贪婪 你却愿意拣选和拯救 我们脱离埃及 脱离各种可怕的咒诅 脱离将来永远的审判 而且你也锻炼和试炼我们 使我们更加真实地爱你 更加恢复你的形象 主啊 我们唯一的安慰和依靠 永远是你那无条件的圣约之爱 是你伟大的圣约 愿你常常用微小的声音 就是圣灵的声音 和你的话语 用弟兄姊妹 用教会的管教 提醒和引导我们的欲望 使我们更多脱离埃及的偶像 脱离迦兰地的恶俗 知道在你的圣约当中 我们最大的收获和祝福 就是你自己 愿我们更深地渴望你的统治 愿你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君王 成为我们心中的异象 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好处 不在你以外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